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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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F1巡遊指南 我們今集來到2021年的第13站 Sandfort 經過了一場都不知道有沒有 賽過的比利士站後 就來到荷蘭的Sandfort 這條賽道至1985年之後 從未舉辦過F1比賽 但可以說是整季F1入面最獨特 全場4.26公里 14個彎 兩個DRX區 分別在Piece Track和Best Track 就這樣聽到 Sandfort好像跟其他Proposed Build Track 好像沒什麼分別 但Sandfort出名的不是長度 亦都不是歷史 Sandfort擁有一樣 F1賽季其他賽場 都沒有的東西 就是Banking Banking 就是彎道上面 再加上一個Positive Angle 令彎心的高度比外彎低 例如Monster的舊賽道 但絕大部分F1賽道彎道 都是呈熱水平面 戰車是要靠車胎的抓地力 去咬實地面 去抵抗向前的關性 以及向外的離心力 將戰車推向彎道的方向 有些賽場甚至是有Off Camper彎 即彎心比彎外還要高 戰車除了要應付本身的離心力之餘 還要應付Off Camper彎 將戰車推離彎心的力 車手往往都要在Off Camper彎 比正常收得更慢去過彎 至於Banking彎 就跟Off Camper彎相反 彎道本身除了不會將戰車拉出彎外 更是會拉入彎心 換言之 車手可以以更快速度去過彎 亦都不需要擔心因為速度過快 而轉向不足 非速彎外 既然是可以令戰車快些 為何其他賽場 通常都不運用Banking去提升速度 很簡單 兩隻字 危險 正因為Banderturn會大大增加戰車過彎的速度 萬有Banderturn失控 無論是因為碰撞或過快 意外速度都會比正常的水平彎 或Off Camper彎更快 而由於Banderturn彎外高的特性 高速失控離開賽道 亦都有機會令戰車Airborne 撞向地面難以射力 隨時會對車手造成嚴重的傷害 而另一個Banderturn的壞處 就是在於這種彎道對戰車造成的壓力 尤其是轉彎時在外面的車輪 過熱受壓的情況是最嚴重的 用上Pirelli這種容易過熱 過熱之後壽命大減的車輪 在Santa隊賽72個圈 車輪磨試便少 車手總會找到自己的方法去養胎 但最怕就是車輪突然受壓過度而爆破 05年的美國站就是最佳的例子 當年美國站的尾彎 是一個9度的Banking彎 但足以令到米芝蓮的車輪受不住壓力爆破 最後另用米芝蓮車輪的7隊車輪退賽 只有3隊用Brickstone的車輪開始比賽 造成F1史上 其中一個最奇怪的是starting grid 既然Banking這麼大風險 為何還有Sanfor對賽呢? 因為Sanfor本身是一條類似匈牙利賽道 全場只有Pitchstrike一條直路 Blackstrike亦不會夠取得overtake 以及兩條賽道都比較窄 大家有看過匈牙利站 就見到這類賽場有多難過人 連阿朗素握著Alpine都可以頂著 夏美頓駕平自己幾個圈 Sanfor就是為了避免過份拉攏的情況發生 決定將Turn3和尾彎都變成Banderturn 因為Banderturn除了可以增加戰車過彎的速度之外 還可以令車手選擇不同路線過彎 Banking彎的彎頂較長 但過彎的角度更大 彎速亦會比內彎更快 Sanfor希望這些轉變可以增加在彎道上過人的機會 就算沒有機會去進攻 以不同的路線入彎 亦可以減少亂流的影響 更容易追貼前車準備下一次進攻 剛才也提過 Sanfor上次舉辦F1的時候 已經要數到1985年 而七屆冠軍霞美頓當年也是剛剛出生 當年的F1戰車以至賽場本性的Layout 到今天已經很不同 而Pri Rally在決定今站用甚麼輪胎的時候 亦只有少量的Testing Data可以做參考 所以安全起見 Pri Rally決定帶了C1 C2 C3 最硬的車輪組合來到Sanforz 但Pri Rally說 他們預計Sanforz的胎號不會比銀石這些賽場高 而銀石絕大部分車手都在做一停前提下 Sanforz相信一停都已經夠了 黃胎起步慢慢已經成為車隊 星期六排位的必然目標 可以用到黃入Q3就用黃 相信今場都不會例外 黃胎起步、穩陣起見都是換白會比較安全 經過上站令人失望的SPA之後 基本上沒有賽過就完賽 先不說F1決定照比一半分的決定對不對 但以當日的天氣不比比賽開始才是正確的決定 始終這些天氣根本不可能安全地比賽 尤其SPA這種賽場 而沒有賽過就比一半分 都擊敗了韋少 就算是一半分也好 韋少依然在總成績上拉近去到3分 韋少也因為在Sanforz做過測試 又是Grip入面少數在Sanforz開過車的車手 在這裡相信會找到不少的好處 今站Sanforz預計會是一場乾地比賽 終於優惠之後 可以第一次看到不同車隊的True Pace究竟有多少 大部的車手都對Sanforz不熟悉 星期五六practice的時候 setup戰車將會極其重要 講起星期六 怎可以不提Mr.Saturday羅素呢 在SPA靠Q3最後一個有甘心無來勢的圈 排到第二 正賽當然是因為天氣直接完賽 終於贏得生涯第一個podium 正賽握架威廉士 贏了別人倆的平治 似乎跟平治說 我準備好了 升我上一隊 傳聞就說 冰人退休 寶達斯去Alpha頂上冰人的位 羅素就正式上一隊 冰人剛剛就宣布自己將會在季尾退休 第一步已經對 第二第三步都很大機會會發生 最後作為一個F1巡遊指南 我們會為每一場車都作一個巡遊預測指數出來 今集我們會給兩個霞尾頓 在這裡也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指南 以及留言給你的意見 喜歡的歡迎大家給個like和share出去 想繼續追蹤我們就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了 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站再見 拜拜